今集, 蔡先生告訴你 穿訂造的皮鞋有多舒服 這是正經巷的鞋 分享蔡先生喜歡的換味和品味 懂得法國生活情趣 就是蔡藍品味 130萬美金, 很便宜 在摩天大廈臨立的中環 我們同時找到古老建築 各式新舊事物, 共野一老 令中環變得更精彩, 更可愛 想不到中環這麼多掌葉大廈中間 也有一個濕街市 我記得小時候 經常跟媽媽走濕街市 現在被人家說了, 都很好笑 不如我們懷舊一下吧 好, 我懷舊 這裡歷史有百多年 百多年? 我始終喜歡這樣, 原始一點就好 好像買開後, 大家熟悉了 很開心 對, 當然是朋友 這些街市還有很多非常傳統的道口 這間我特別喜歡 就是這間 我知道這間是很有名的, 賣醬油 甚麼醬料都有 但我最喜歡的都是他們的老抽 有甚麼不同? 又溶, 又稠, 又香 我倒一些給你看就知道 好的 真的很濃 好像掛底一樣 像紅酒一樣 對 很濃 你喝吧 喝吧 可以嗎 你想到我煮懷舊菜 它都是齊全的 這些叫做甜瓜 也是很少的 別處都找不到 好像這些茶瓜 都已經很少很少 腩角都有 腩角都有 這個是真成, 真成腩角最漂亮 像這些就是酸筍 拿來燜五花腩肥豬肉 一樓 走上去還有很長的 不如我們去吃點好東西吧 好 魚中漫步, 很浪漫 發達… 我們是否去包心刺途呢 不一定好吃的 真菜實料的食物都很好吃 我們先去吃魚湯米線 所有的食物 用真菜實料 一定沒有錯 有一間很出名的牛腩 不去真是甜滿牛腩 那這裡呢 就是甜滿三種魚 質魚、大魚、鞍魚 最重要來說, 要燒熱鑊 油鑊、熱鑊 魚就沒那麼容易黏鑊 也會煎得比較好 大魚本身來說 會帶出湯的奶白色 還有魚蓉出來 但鮮味不足夠 我們加上魚骨 鞍魚骨來說 骨內的鮮味特別濃 加上魚骨的鮮味也會很濃 你三種加進來 就可以突出全部魚湯的鮮味 煎好之後 我們就把湯放進去 讓它沾一沾就鑊 就會令魚的白色 可以揮發出來了 現在湯差不多已經轉到奶白色了 我們就把這些湯 再加進大鍋裡 煮…幾小時 要煮三小時 三小時? 對 我一直想說自己動手一腳 這樣做一鍋這麼大鍋的湯 你看 你看 全都沒有了 全都融不掉了 這些就是名副其實的魚蓉 你說煮湯多豐富的營養? 對… 怎麼都可以放出來 你聞到香味嗎? 聞到…香味… 很香… 然後整個水會這樣喝 好,拿來洗澡,不知道是否… 有美白效果 美白效果,我洗澡也可以 自卷 我放在你下去 不要 真脆實料的湯底 加上米線 加上香膏這些這麼多的料 就是完成品了 我們吃過… 280元? 對,上一次吃過 現在這個多少錢給你猜猜 這麼豐富? 我想也起碼… 接近30元 28元 這麼多兩元? 對,那我們吃吧 10分之一 好,吃了… 很豐富,還有其他… 試試這個湯底 好 很厲害 對 自然的味道 自然 很難得 喝了會很漂亮 會的 魚湯、米線 無論配鯨、魚滑 還是新鮮的鰻魚片 都這麼滋味 對喜歡吃魚的人 可以說如如得水 絕對適合我 而招牌集感 裡面還有五花腩和雞翼 可以滿足你一次過 多吃幾樣東西的慾望 好吃 這裡的經營 可以說是一個小集團 小小集團 先幾位兄弟姐妹 就來做粥了 很專注地做一件事 很專注地做一件事 做到出名 長環那裡沒有人不懂 再來做牛腩 做完好吃 現在就是做迷線 做生意也應該… 其實做人也是吧 應該專注做一件事 做好才做另一件事 我們是否應該拍好戲 然後才去唱歌 然後才去什麼 可以同時來的 可以同時來的 我們可以的 連你可以 做好戲 除了魚湯米線 這裡還有很多用魚做的小食 炸魚片頭, 吃下彈芽油汁 而自家製的魚腐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想吃呢 我不客氣了 我最喜歡吃魚腐的 這個是炸魚腐 這個是煲的魚腐 好吃 好吃 好吃到說不出話了 中環是一個大家可以衝衝望望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靜下來 慢慢地玩 也有另一個天地 是嗎 不是, 其中之一就是黃河浪 這間也是我最喜歡的 其中之一 知道什麼藝術品都有 都是真正來的 這個太極的系列 這塊以前買的不用太貴 現在只要180萬 我先試試看 你先試看 我跟這裡的老闆娘也挺熟悉的 快進去找吧 這間位於中環的畫廊 是世界各地其中的一間分店 裡面展出的 都是藝術名家的精心傑座 熱愛藝術的Shirley 對每件藝術品都療如指掌 不如由她來介紹一下 你好,Shirley 你好 你好 很高興見到我的朋友 歡迎… 你好 Shirley,Sonia 謝謝你,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Shirley 歡迎光臨 我們是一個美麗的客人 你會展示我們嗎 這裡有很多美麗的東西 這是藝術嗎 這是一個韓國藝術 Kibsuk 這是日本的漫畫 這是日本漫畫,每個人都認識 但這樣也可以是藝術品 多少錢 Hong Kong 154,000 這是一塊錢 十五萬四千 這個嗎 英文的中國版本 你可以說 英文的英文的 英文的David Max 英文的英文藝術品 他喜歡積極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拿了很多錢 然後創造了貓的 Kibsuk 這是倭蠔 一個藝術家 一開始用一張一張牌 來組織 怎麼做都好 怎麼做都好 對,現在是英國人 英國人都做 每個人都做 歡迎來到我們的黑房間 這是我們的黑房間 小小小的房間 對,最好的東西放在這裡 原本的東西 全是原本的 都是真正的 這是Botero 這是Botero 非常有名的Colombian藝術 這是Colombia的藝術家 很出名的 你看看多漂亮 大家都喜歡Coupet 這個很高 每個人都看 Stying at bottom 每個人都給他一上手一畫就肥胖了 最喜歡肥婆的 Morna Lisa有肥婆 每個人都是肥胖的 你還有另一個嗎 對,是Botero的印刷 你可以很容易解釋 對,一看就看出 全部都是肥胖的 這個就是馬戲班系列 畫了很多馬戲班 多少錢 這是1.3萬美金 1.3萬美金 啊,美金 非常便宜 Bargain Bargain的 Kiki Kiki,OK 日本最出名是她的 但是喜不喜歡這個 真是見仁見智的 你呢? 我…我不行 我接受不了 No,no But if the price is very cheap I buy You take it? Yeah,how much? So he's baronet 1千2百萬 算了… 是這個藝人的 算了… 那選擇美筆吧 我選擇大幅 我喜歡那幅 Shagal Shagal 是一位最有名的 俄羅斯藝人 人常派 我真的很喜歡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呢? 我會是經歷過時間考驗的 那家 我喜歡這個藝人的 而且他每一幅都令你看到很美 很愉快 我知道了,你當然喜歡他 搓小肚子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他是夢想的 好多嗎? 半萬元美元 五十萬美金 五百三十 四十萬美金 我喜歡這個 你喜歡這個嗎? 很好 很棒 恭喜你 我愛你 謝謝 廖先生,你喜歡畫畫,又喜歡走畫廊 這裡會不會是你很喜歡走的地方 我一定可以看書 我一天不看書都不行 所以這裡的書都是我興趣的書 關於字、關於畫 而且這裡很齊全,有很多像這些傳集 如果是研究中國美術的話 你不把所有古人走過那條路 完全太過一次的話 你就會很盲目,你不知如何追求 有時候你追求到一半 你已經走完這條路了 這樣你就會打回答 你這麼有興趣 你一起來不是收到很多張廠 應該是不是有很多登記 我以其買增跡 我喜歡買這些複製品 複製品 這是複製品 複製品 第一樓的增跡,多數藏在博物館 你在拍賣行、私人藏的 多數是這個畫家的第二樓的作品 或者是第三樓 畫得不太好 好像這張最好 這張是一樓的 這張是一樓的 這個宋應朝人 現在還在故宮博物館 山水畫 每一張你看起來都黑漆漆 都是一樣的 這些叫山水畫 但是有一個淡想的方法 好像這裏一定有幾個人仔 這個人物就帶著一些書童 書童就是單書給你一邊看書一邊煲茶 那你就走走走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樹 山的形態都不同 走走上去就是這些屋 這是什麼來的 不是 這個是青樓 青樓 青樓就是妓院來的 那這裏有很多名記 名記是懂得琴棋書畫 跟自己的老婆是不讀書的 願意無趣 但是這些 琴棋書畫 不是啊 真的是交流 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 是呀 不一定睡覺的 不用你睡的 帶著他們游山換水 這樣上來上來爬爬爬爬爬爬到這裏 那這裏呢 中國畫一定是一片白的 但是給你一看 是沒有限的 突然間有時有一隻小鳥 這樣飛過來 這個人就騎上去的小鳥 就飛走了 嘩 眼鏡很高 很高 是精神的交流 是啊 同名記 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 你這個學術交流的故事說得很精彩 但是你剛才不斷擦 你不怕擦爬人家 我剛才見你弄柴了一點 這個是複製品 這個不怕 但是你說它是一流的 是一流的複製品 因為複製品很漂亮 這個…這個是畫 我們去看字 自從精彩 好 這個是我喜歡的一個書家 就是黃庭的編畫 他是一群年代的人 是宋朝人 宋朝人 很漂亮,這麼多人 馬上拿來鑑賞一下 是 重複角,是嗎 是 因為我們現在書法的人 都喜歡看它是哪裡起筆 珍惜就看到 但是複製品 如果複製得很精細 都看到 好像我看到… 這個是一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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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看到 就起筆收筆什麼東西 對於我們學習來說就快了 它怎麼做得這麼仔細 它是用一個很大的攝影機 這樣逐筆逐筆 很詳細地拍下來 再去印刷 很多張非能不能印 紙紋、筆劃、淺淡 都一模一樣,完美的 就算複製品 但是你可以摸索 我們就摸索 古董就沒有讓你這樣摸索 我們摸一下看看 即是我們真的可以摸它 進入了這個意境 是啊,很漂亮的 為什麼這個字這麼有趣 有三點 本來我寫一個漢字 但是寫錯了 寫錯了 古人寫錯了 點三點就可以了 這樣不影響它的透圖的話 點三點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市場點三點 如果看錯人 我的點可以插索 哈哈哈哈 原來複製品也有這麼多研究 是啊 挺有趣的 是啊 所以欣賞字畫 都不一定用太多的錢 那些東西不要用金錢來衡量 聽完你這麼說之後 我們以後都會來這些地方 來欣賞民間的作品 好啊 多一點你,就像你那樣 有品味一點 可以 吃喝玩樂,人人喜歡 朱欣今集繼續向蔡先生請教 個中心得 好啊 我們去吃一個乾炒的鴨 我們不是應該去茶餐廳嗎? 為什麼來這裡? 不一定的 我想開在這裡,味道一定很厲害 對 如果在店舖做得好,哪裡都能開 可以吃到的,嘗嘗 這裡很漂亮 不適公館的裝修,你看 筷子一箱一箱這樣砌出來 那裡全部都是 對,所有的牆都是 這裡標榜賣雲吞麵 你怎麼說是乾炒牛河? 是,因為這裡的主人,何先生 他乾炒牛河 我覺得很吃改的雲吞麵 好 你知道嗎? 好,做衣服,很好吃,很好吃 你好… 今天我主要來偷師 教我怎麼炒乾炒牛河 好,問題… 我們用小牛仔的牛粒 兩塊在這裡 牛粒的意思就是牛屁屁 對,就是屁屁,就是去電話 我們把它改好 是 然後去茶餐牛仔 然後在這裡比較軟滑 要不要用什麼鹽? 我也有,有雞蛋白、鹽和糖 雞蛋白、鹽和糖 對 首先把米浸在這裡 然後放在磨米機裡 把米漿磨 我們做的方式 跟以前生猴粉一模一樣 只是縮小版 我們把米漿放在米架裡 然後去蒸 我們把河粉覆盛好 一滴一滴,這樣搭好 一滴一滴,一滴一滴 炸河粉,就拿去炒 豬油整個煲的炸嗎? 對,一定要自己炸的豬油出來 才夠香,夠好 你看到整個炸的豬油 我們慢慢炸 成功 炸好豬油出來 很清晰 對,所以很健康和很衛生 放心… 正宗的乾炒牛河,開始 好,豬油 好,我們把牛肉輕輕拉油一點 好,牛肉拉油,不要再做 油都放進去 好 然後我們把少許油放進去 芽菜 芽菜,韭菜 對,炒牛河最重要是炒粉夠臭 很新鮮,一邊縮起來,炒到很乾 好 因為我們加少許味 鹽,這個不是鹽 好 放一點,放進去 我們就可以拌勻 聞到有香味 我們把老抽放進去 拌勻後,半命久和 最重要是千萬不要炒它老 正宗乾炒,好,就完了 好了 看…看,一點油都沒有 有油?當然要把我吸光了 乾炒牛河 好漂亮,很香 有什麼特別?介紹一下 乾炒牛河,每一條都沒有打在一起 每一條都炒得很均勻 這些芽菜,拌勻剛煮好前放進去 這些功力我學不到 牛河很軟 對,牛仔的屁股肉 屁股肉 很好吃 其實平日我都少吃河粉 因為我知道河粉也很高 卡路里還是什麼 但是… 很可愛,它真的像這樣 好像是自己做的,可菜式 對,而且你看,你看,碟底一點油都沒有 對 江炒牛河,誰說一定是油的 一點油都沒有 可以插其他招牌 這個就是真功夫 對 看真,你看看,玻璃很綠色 很漂亮吧? 是 顯形的西關建築 還有上面有些古董掛在這裡 是,假的 幸好你說這句 如果你說真,就太大了 還有,你看你自己下面 這些下面是不能設計過的 好,攝影師可以拍照 順便拍照這些美女的腳 對,真的熟悉 不要太拼搏,再多點東西給你們吃 好 本餐廳我吃完了,可以開大餐 太好了,別怪我 別怪我,如果你也是這樣 對,大家適合 慢慢… 蔡先生 以你的品味 你覺得人生中什麼是最重要的? 是那些貼身的享受最重要的 那什麼貼身享受最重要的? 鞋子,你以為我說的其他東西 真的 是的 這家最喜歡的鞋舖,進去看看 好 劉鴻二先生曾經為無數名人做鞋 憑著高超手藝打響名堂 劉俊華指成父業 兩父子同心合力 令更多人享受他們做鞋的專業 你好,Kiddy 你好… 劉鴻二先生,你好 Sonia… 這間鞋舖也是從香港來講 數一數二的 朋友、長輩都在這裡做鞋的 首先,我決定的皮 皮就決定這個鞋的價錢 好,請教阿John,再下來是怎樣的呢 是,先先在紙上畫了尺寸 首先是長短尺寸,對嗎 有個圈 John,還有一對鞋要多少時間 大概六個月 那個彎位都可以量度的,對嗎 對,全部都要量度 這樣就好了,用這裡的量 長短尺寸,等於量空圍這樣 對,有尺寸 就用這個特別的,很準確的 連…連…全長短,連長短 八號 拿完這些資料長短、負責之後 就做過… 做過這些網 鞋圈 每一個人都不同 對,它是專用的 做了鞋 以後就是一身人 以後就是他 對,以後就是… 然後用沒有用的皮做一個餡品 這個簡直是品,扔的 一切滿意之後,就可以正式做鞋 用正式的皮做 把鞋扔好之後,吸進鞋圈上 然後安裝在底上 這樣就… 皮底、膠底脫下來 這樣就完成了鞋 其實真的挺好的 這些真是生活享受的追求 好像曾志偉那些人 這樣的話,他們可以在裡面 加一個假的針 對,這些鞋裡面可以加一個 鞋子 高台的意思 對…加一個鞋子在裡面 很光脆 藏在裡面,在外面看不到 是嗎?有什麼板子給我們看看? 有… 加了鞋子嗎? 這就是在裡面加了橘子 對 橘子在裡面 本來是不焗的 對,但這個也不算高 如果你想高一點 這個可以高一點 還有高一點的… 可能有很多人也不太高 對… 你為何度身訂了一雙鞋 最低消費是多少錢? 五千元,入場費吧 對,五千元 你試過最貴多少錢? 三萬吧? 我… 不是,你用什麼資料 看你用什麼資料,你漂亮資料就好 剛才聽你說的程序不太複雜 為什麼要做一雙鞋 要半年時間這麼久? 對,因為首先他們是全靈手做的 而且我們要先做一個帽子 再修改,改完再改 改得對就知道 手工皮鞋是怎麼做的? 但各位來這裡 是一個從來不讓人拍攝的工廠來的 是我自己 我都很喜歡這些 很珍惜這些 100%是香港的東西來的 這裡 全部是皮 簡直是博物館 腳的博物館 哪個名人的腳都有在這裡 你見到這位師傅 是後鞋面的 他最年輕 都差不多七十歲 這裡什麼都有的 所有的板 所有的皮 你看到好像集聯無章 但是他們一找到 馬上找得到 好 各位師傅 就負責鞋面 這位師傅 年紀更加大 他就負責鞋帶 在很風光的時候 一天他做幾百對鞋的時候 就用機器了 這個機器現在還有用的 可以拿來打磨 這個機器就少用了 這個真的是寶 如果是識貨的人 就知道這樣來釘鞋的機器了 我想這個世界都剩下幾個了 這些可以拿去博物館那裡 或者拿去合賣 應該很值錢的 這裏就是所有人的鞋圈 咦 我都有 我在這裏做過 我就選擇我喜歡的皮就可以了 那我們去看看皮 這些就最遠熟的 這些是羊仔皮來的 你如果穿起來好像包在身上 真是最舒服最舒服的 這個也是羊仔皮 但是這個就厚一點 穿這些呢 舒服是舒服 這個毛病呢 就是容易刮花 但是因為是手做的關係呢 刮花那一筆 它可以拆下來 可以最補回來的 變成一個很完美的新鞋 如果你不想刮花太厲害 就是這隻 這隻就很軟 但是這隻是牛皮 拆起來就好 這隻來做吧 都非常舒服 我看到一雙很奇怪的鞋 這是雙牙怪的鞋 這個燦雷地老闆不在的時候 說的秘密 原來這個是鄭京漢的鞋 鄭大班 鄭大班穿這麼怪的鞋 真的不說也不知道 這個也是他做的 真是怪人怪鞋 說到古怪 這位貝魯先生 鞋最古怪 貝月敏先生 大家都知道 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建築家之一 他的爸爸 和這裏的老闆 劉魯先生 已經是好朋友 每一次來到香港 都會來找他 劉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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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生 這位是劉先生的兒子 很難得 劉魯先生 九十歲了 今年九十歲 你呢 你今年多少歲 五十歲 五十歲 那兒子呢 十七歲 十七歲 都希望第三代都支撐下去了 是嗎 我覺得這間雜年無章的工廠 根本就是藝術館 確獎了 謝謝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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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有些很微妙的不同 有時候這隻手長一點 這隻手短一點 買的話 規定了就有點不適合 我還留意到你這件襯衣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剛剛有個袋子 可以安裝電話 最重要是這個袋子 因為你放在這裡 會這樣拖下來 這裡不會影響你整件襯衣 這是你自己想的嗎 不是,這是我朋友想的 在那邊 我們可以去找他聊聊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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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位都是第二代 我爸爸和Ling和爸爸 是兩兄弟 所以我們是第二代 我們倆都是堂兄弟 襯衣是不是最重要是這條嶺 是,沒錯 這條嶺是一件襯衣的靈魂 最重要是贏的 那我們由嶺選擇,開始 好… 嶺就有這麼多選擇 好… 想不到原來藍莊 也有這麼多不同的花板 很固執 對,很固執 以前有些人喜歡做兩個… 扣在這裡 扣著一件襯衣 因為有時候那件襯衣會變成這樣 這樣就把它扣著 叫做…把它扣下去 現在好像不流行這些在外出 怎麼辦呢? 靈中又靈,有另一個暗靈 這兩粒就扣著的位置 扣著的位置 扣著的位置 很聰明 對,或者這樣做一個枯 扣著的位置 至於這些是萬里伏特斯道的 這條嶺的煲胎 應該放在下面 或者放在嶺的前面 各有各的說法 像這個,把煲胎放在嶺的前面 這條嶺就沒意思了 根本是扣著的 扣著的 這個沒意思了 所以這個是絕對錯誤的打法 就是鶺放在上面 這個才是對的 這個鶺放在上面 就好像兩個帥仔 這個也不對 那應該怎樣 這兩個應該好像兩個小蝴蝶 為了不用一條巾 有個小燙豆在這裡燙一燙 然後就是這樣 好像蝴蝶一樣飄在這裡 那就是根本就沒了那條骨 對,好像蝴蝶一樣飄在這裡 蝴蝶加蝴蝶 那做出衣服的材料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這裡 起碼有四千個不同的品種 四千多個材料 那解釋一下這個 這些是一百枝沙 其實一百枝沙是甚麼意思 將一磅的棉花 將它繞繞繞繞成一條沙 如果等於八百四十碼 就這樣為之一枝沙 那一百枝沙的布料就等於 用一磅棉花 打成八萬四千碼長一枝沙 那枝沙是直接的布料 好油 好油 那最多可以有多少枝沙 市場來說 最漂亮的是二百四十枝沙 等於一磅棉花 可不可以看看 打成二十萬一千六百碼長一枝沙 都差九倍十倍 我還有一件 我還有一件 這個很棒 二百四十枝沙 二百四十枝沙 像絲一樣 很透 裡面穿不穿衣服嗎 穿得不穿 Elin 旁邊也有一個手機袋 對 這個袋是它發明的 創生 除了一個領子之外 襲衫其他部分 是否要很講究 對 這個袋 我喜歡全部是方的 這裡有些圓的 袖口也有 這些就是相袖的 這個就是讓你用袖口扭 終於你想到什麼就什麼 所以你買絕對是沒辦法的 不一定不合理心水 你做的話 你可以天馬行空 我剛才來幫你買菜 你看他們而且在這裡 然後金錢是什麼 那種工具 你買的 所以我買車子 紙工具 那種工具 人工具 好, 因為我殺了 這位手工具 我 lider了 你殺了 我不被人殺了 來捕捉 又殺了你 而且很有信仰 我曾帶老朋友來這裡 帶老朋友來,即是我們 是的… 不作用 好的 找我的朋友 你好,Rui 你好… 你好… 好了,介紹了美女給你看 你讓我看美鏢吧 這隻多少錢 這隻是130萬 這隻呢 這隻是280萬 這隻呢 這隻是400萬 400萬 我有問題,為何這隻不可以貴 這個錶本身的功能 是在錶之中最貴的一種 所以它不相捨,刀比 但相捨的還要貴很多 甚麼功能 它本身有萬年的功能 再加上旁邊的三萬功能 這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功能 甚麼是三萬 它的功能本身就是可以 將那個報仙 用聲音去打給你聽 第一個就用一個音符去打在史詩 第二段的音符 用兩個音符打每15分鐘 接著再報就是這個期 就是聽功數 兩點 15分 30分 接著其餘的13分 那現在11點50分 那豈不是定很久 沒錯 除了看款式 其實是一個功能本身的大雞 好似陀飛輪的設計 是會解決地心急力造成的五叉而發明 因為構造複雜精妙 所以價值非常高 極受收藏家歡迎 另外這幾年 標普興 你看到雜誌甚麼都有 很多廣告 他們說這些東西 可以拿來收藏起來幾百萬 小小的地方就可以收藏幾百萬 這裡幾層樓 兩層樓 四百萬 用這些來保值的話 除非你是好像他們的行家 可以保值完去買呀賺錢呀 這樣也不一樣 但是你是一個不懂得標的人 怎樣保值你都沒有樓 保值得新鮮值得那麼低 我始終覺得 不是價錢的問題 是價值的問題 這樣好了 我們看看女裝 好 好閃呀 一隻就好閃 一隻就好像手額那麼小 這隻多少錢 這隻五百萬 我都比你們更貴 如果是你有錢 你買一隻這些鑽石錶 你送給女朋友吧 你可不可以當手嗎 可以 送給女朋友 都是一隻鑽石錶 你的品味不是太高 品味高一點 你就買這隻便宜一點 這隻多少隻 這隻四十三萬 這隻四十三萬 十分之一的價錢 那我可以買十隻給不同 是 他是第一個最小的鑰石錶 真是很小 而且他本身是列入 建歷史紀錄大廚 是最小的機械錶 同時間他也是英雷王加冕 時候所用的一個款 而且機芯的重量只是一克 這個一百年前已經有了 沒錯 超過一百年前 超過一百年前已經扮明了 懂得過的人一看 就知道這隻是好東西 是優雅的東西 那兩隻喜歡哪一隻 很難選擇 我兩隻都不選擇 因為我喜歡一些大表面 boy size 或者man size 年輕的時候 就不用收太貴重的東西 女人通常越老而喜歡收這些 太貴重了 所以我比較喜歡喜歡 這個比較高一點 是啊 這隻送給人有品味 收給人 如果他覺得他不認識的話 這份女人也會比較好 中環這裡好像連合國那樣 你想吃什麼地方的菜,他也有 是嗎 我們不如試試,還沒吃過 好,挑戰新的 今天吃什麼呢? 八球菜 還沒吃過,我沒試過 在這裡… 這個嗎? 對,這個 你看那些燈,很浪漫 很可憐 這個跟我在埃及時看到的一模一樣 是嗎? 公主是不是? 一起 我們這邊說,壁碗很漂亮 你看有金字塔 很漂亮 我一直留意這件事 就是你的水煙 我看到門口也有幾支 在中東那些地方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 對,裡面放水 對,這樣在這裡 我拿開給你們看 這裡放很多碳 放很多蘑菇,放很多層 aluminum酵 燃燒得下來 用這個東西,這東西有個尾 這個尾這樣蓋住 一吸完 tintXT 現在不准吃, 一千五百元 吃的話會發展 所以我們響應不吃了 好 開燦, 不吃水煙, 不如吃東西吧 當然, 我也餓了 很典型的艾及菜 由沙律開始前菜 這個最特色, 生的羊肉 生嗎? 生的 但公子, 我們的豬肉餅 為什麼? 是的, 裡面的豆 混在裡面有生的羊肉 怎麼樣? 不像在吃肉吧? 對, 我不懂得說 我也不敢吃 它很脆 讓我們說到 我要試一下 我真的不…是好吃的 但多久人曾經沒有用這個羊肉 一口我不懂得分 是嗎? 什麼都試一下 你也不懂得說 很難形容 但很可愛 你還知道你可以跟別人說 我吃過生的羊肉 你有沒有吃過呢? 當然 是吧 如果怕鬍子就吃雞了 這個雞又很特別 裡面放了果仁在雞裡 杏脯, 什麼都有 好, 你嘗嘗 好, 你嘗嘗 很嫩 是不是好吃? 那些唯一釀到的東西 就是很老 這些東西配生果很好吃 對 生果… 果仁, 提子乾 印度也有, 像谷養肉飯一樣 蔡層是否真的是埃及飯呢? 就是跟我們吃的不一樣 不一樣, 應該是夜晚 對, 嘗嘗 長一點 對, 很… 有時用手這樣捏一下 用手這樣一彈, 彈進去 彈進去, 很有型 很有型, 這樣捏… 很香 一彈, 很有型 真的很香 對, 像咖喱 先喝 好吃 咖喱有椰汁味道, 辣底 又不辣, 一點也不辣 今天很意外 你剛才有點害怕, 吃拉吉菜 因為實在太冷了 很害怕的樣子 是不是?我又害怕 因為我之前有問過 中東菜式不太適合胃口 不用怕… 喝酒… 謝謝… 這是埃及啤酒 埃及啤酒 好, 乾杯… 很燙 這裡除了埃及的傳統食物以外 還有另外的埃及傳統文化 就是土皮帽 有得看的, 你看 有良好嗎? 也許有惡性 一般情緒 因為一般很燙 中間的事件 但在這製司上的宿舍 是碩的 有很糟糕 要糟糕 那特色是印尼玫瑯 謝謝… 開心… 謝謝多謝 好介紹 好 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樣 這麼喜歡吃蛋卷 蛋卷顏色金黃,又有蛋香味 很多人都喜歡吃 簡單的食物,材料最重要 材料好好的就行了 不用混水、不用混香精 就這樣做,已經很好吃 真的? 嘗一口 想知道更多蔡蘭品味的資訊 歡迎隨時點到tvb.com 下集見吧 甚至我的底褲也是 這裡做的海島麵,很舒服 質地比較舒服 原來蔡山的底褲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很性感 不是這樣的